本章主要讲的是土地增值税的考量 首先你在买法拍屋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拍定人是不需缴纳土地增值税的 为什么 因为拍定人他在 如果在景气很好的时候 那拍定人买卖的那个价金里面 已经足够缴纳土地增值税 所以说基本上拍定人 他基本上他拍定一个价钱 他那个价格交给法院之后 由法院取得的教金去缴纳这个土地增值税 那只有一种情况 是当拍定的价金不足缴纳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拍定人必须要缴增值税后 才可以取得移转证明 那这种东西的话 基本他意思就是说 他除了也就是拍定价金 你在事先计算的时候 他没有超过不足缴土地增值税的时候 你拍定人还必须要额外付一笔钱 去缴这个增值税 那你才可以去得到移转证明 那你今天才可以去办七岁 跟把房子登记来自己手上 那通常这种现象 它们一个常发生在抵押全部提销的较低比例拍卖 什么叫做抵押全部突销呢 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我现在卖你一个房子 他是个轻的 500万的房子卖给你500万 那当然这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房子是实质上是500万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卖一个有债权的房子 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这个房子有抵押权400万 那事实上如果我假设这个房子是500万的话 是不是它的净值只剩下100万 那也就是说你今天只要花100万 然后并去承担这个债务的情况之下 我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你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会有所谓的拍定价金不足于缴纳增值税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讲 就是买卖有欠款的房子 曾经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英哥有一个房子 然后他那天我就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跟我讲说 他买这个房子没有付钱 我说怎么可能会没有付钱呢 原因是他另外一个好友的时候 他银行贷款背不了了 而且可能他也觉得说 这样的房子是没有这个价值 他根本卖不掉 可能当初他买的价格 这个可能就已经偏高了 他背的贷款背的闪兮兮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缴红贷款 然后他就把这种房子交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就办理过户 那现在重点是 如果说这一个朋友 他原本的贷款的话 是OK的 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些暗的债务 那这问题很简单 基本上我那个朋友只要缴土地增值税这样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 这一个东西里面有很多暗的债务 像仲介他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来源 暗的债务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B来源 你本来以为你缴400万 你就可以涂鸦抵押权 可是你没发现后面竟然是有700多万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根本没有办法涂销 没办法涂销的话 讲均来就是一个前坑 但是如果是法院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它有一个截止点 所以今天如果是法院发生在抵押权不徒销的时候 你就要去了解说那个抵押权的金额是多少 那用这个抵押权去计算土地增值税 你才可以知道说当你今天要多缴多少的土地增值税 然后第三个重点是我们今天这样讲 假设B来源你的派定价格可以大过所谓的土地增值税 那但是问题是你的你的派定价格跟公告限制之间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你的公告限制还比你的派定价格高 也就是说你的派定价格低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未来你在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要以较低者为主 也就是以派定价去计算 那这个东西的话 对你未来在卖物的时候 你的土地增值税就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点什么影响呢 如果说你这个派定价格是很低 可是你卖的价格很高 一倍内就是20% 两倍内就是30% 三倍内就是40% 所以我们在说的话就是20%、30%、40% 除非你愿意用自己的自用住宅优惠税率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一次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用这个10%的税率的话 去把这一个土地增值税的优惠用掉 那同样既然说 他有所谓的自用住宅增值税的10%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用在派定人身上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讲一个例子 他说 他为了较低的增值税 所以他跟债务人协商 债务人协商 用债务人 反正现在很多债务人 他已经没钱了嘛 可是因为利用他的这一个一生一世的时候 可以降低很多的土地增值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你愿意给他付一些差异给他们 也就是说你缴税的过程当中 那他也可以得到钱 那他愿意把这一个额度拿出来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让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差异 我觉得所以我感觉 这世界上真的是谈判无敌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都有各自的应对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所以在研究把外物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有发现了很多 蛮多的乐趣所在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